劉沛源的英文教室 簡易表達篇第92集 這個頻道目的就是 讓大家英文程度不是太好的情況之下 可以講出一些稍微簡單一點的 英文繪畫 但是也不見得是非常簡單 就是該會講的還是會講 因為你光是會講 非常簡單的 可是稍微懶一點點 或者是一般常用的 可是那個字可能不是經常出現 那不會也不行 所以我們學英文 簡單與複雜是一回事 叫實用 就是日常生活用的到都要會 這是學英文最基本的 至於比較難的單字以後再說 至少先實用 可是有些實用的字你覺得有點難 不會也不行 所以這邊基本上簡易表達篇 可是有些字呢 該用的該學還是要學 比如說我的手指麻木了 你可能要怎麼講 很明顯他在說謊 這些都是我日常生活當中可能會碰得到 都是我自己天馬行空想出來的 那棟房子是我們的 你有沒有看到窗外的男人嗎 所以我這些例子都是不規則 沒有什麼邏輯關係 就是想到哪裡說到哪裡 反正我們平常講話也是無理頭 也不會說上課 很系統性 我們就是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每天我們講話也 早上講什麼 中午講哪些話 晚上講哪些話 也是不一定有一個邏輯關係 或有一個先後次序 我們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不要慌張怎麼講 我們的寶貝昨天會叫我爸爸 可能小孩子可能一歲多 一歲多 突然會叫 當然嬰兒一定是先叫媽媽 因為媽媽比較好分 比較好念 這叫爸爸 把你的名字寫在紙上面 和你在一起好像在天堂一樣 我和我的父母 我們和父母住在一起 他們家裡客廳好大 這些都是很簡單 日常生活隨時會碰到 可是 如果對英文程度不是太好的 一般的 可能還是會有一點 不知道一下子 不知道要怎麼精確地講 所以我們這英文句子 沒有標準答案 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講法 你問十個外國人 就是都是 英文是母語的 可能十個人有七八種講法 我的手指麻木了 My finger is numb My fingers are numb 很明顯她在說謊 She is obviously lying She was obviously lying 那棟房子是我們的 That house is ours That house is ours 你有看到窗外的男人嗎 Do you see the man outside the window? Did you see the man outside the window? Don't pan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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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寶貝啊 嬰兒啊 昨天會叫我爸爸 Our infant called me Papa yesterday Our infant called me Papa yesterday Our infant called me Papa yesterday 把你的名字寫在紙上面 Write your name on the paper Write your name on the paper 和你在一起好像在天堂一樣 Living with you like in paradise Living with you like in paradise Living with you like in paradise The power of their house is huge 這些都是經常用的 讓我們再唸 再唸一下中文自己看 My fingers are numb My fingers are numb She was obvious lying She was obvious lying The house is ours The house is ours Did you see the man outside the window? Did you see the man outside the window? Don't panic Don't panic Don't panic Our infant called me Papa yesterday Our infant called me Papa yesterday Our infant called me Papa yesterday Write your name on the paper Write your name on the paper Write your name on the paper Living with you like in paradise We live with our parents We live with our parents The power of their house is huge The power of their house is huge 所以你看到这些 如果绝对你有因为帮助你回馈我 就是我15个YouTube频道 你全部都要订阅15个 那我们来看看 当然如果你赶时间觉得 这些又会了 你就退出离开 如果想继续听下去 进一步解释就继续听 所以英文里面 这个单复数要注意 因为手指麻木 如果你只得一根 一根手指就不用加S 就后面加My finger ears 或者用食指index index finger 或者用中指middle finger 那如果说好几次就要加S 我们这边只好几次手指麻木 所以加S后面加R 这是英文基本的观念 单复数 名词单复数要不要加S 看可数不可数 然后后面动词要跟着变 麻木了 这个麻掉了可以用num 那这个字比较特殊 B不发音 你不要念成num吧 num吧 这日本人喜欢念 shoto shoto 喜欢念这个 非常不标准 所以这个B不发音就num num就好了 那num它跟一个字很像 就尼姑 尼姑是num 这个是nun 名词 刚才想到的名词 名词是noun 那和尚是monk m-o-n-k 那尼姑是n-u-n 这个 那是念num 这是念num 两个音很像 那两个差在哪里呢 就是麻木了 你最后念到m的时候 嘴巴闭一下 num 那尼姑呢 n-u-n 它就不闭起来 它有一点细微的变化 是不是obvious line obvious是很明显的 shus obvious line obvious 形容词 很明显的 line就是说谎 line说谎 因为它跟在 它动词嘛 动词跟在 b动词后面 它还要 它加ng 所以跟在 b动词后面 动词 要么加ng 要么加ed 过去分词 但是真正的动词 是line 而不是 而不是 b动词的was 如果 b动词 像 is am or was or 这些 b动词呢 如果它单独存在 它就是b动词 它如果后面有动词 不管动词是叫ng 或者ed 它就变成 住动词 后面动词 因为后面动词 才真正有意思 that house is ours house 那个房子 是我们的 所以我们一般 对自己家人讲 就讲home home跟house 当然都是房子 但是跟自己家人 一家人讲 就是home 那对外人讲 那还是我的home 可是对外人讲 就是house 所以house house跟home 都是房子 可是对外人讲 那是我的家 那是我的房子 那是我的家 对外人 不是家人 就讲house 对自己家人讲说 我回家了 就home 所以house 跟home 插在这里 对外人讲house 对自己人讲home 那这个所有歌呢 我们的 本来是 这个是我们的 可是他放在最后面 要加s 所以如果r 放在前面 就不加s 放在最后面 就是要加s did you see the man outside the window 有没有看到那个人 这个did 我们叫住动词 you叫做代名词 c叫动词 ch叫定观词 man也是名词 outside是什么词呢 叫做戒戏词 这定观词名词 所以我们顺便了解 叫慈性 你有没有看到人 这个男人呢 在这个outside 是戒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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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呢 就加名词 或名字片语 片语 就好几个字 在窗户外面 don't panic 就很简单 dent 是主动词 panic panic panic是动词 虽然看起来是IC 不像动词 他是动词 主动词 这两个字 那 当你说 为什么主持 主持有时候 可以省大家好 You don't panic 或者 Don't you panic 都可以省略到主词 You 就不要慌张 慌张是panic 紧张了 慌张panic 我们可以学这个字 I'm infant, you call me, papa, yesterday 这个baby跟infant差不多 但是infant是比较正式的讲法 就是婴儿 baby是一般习惯性的 这个非正式的讲法 baby 正式讲完infant 就是可能刚出生了 到这个一岁 一两岁 叫我爸爸 昨天 这个yesterday叫父词 时间父词 write your name on the paper 把你的名字写在纸上面 这个on也是介习词 所以介习词很多 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 它比较不受文法的束缚 爱摆哪里就摆哪里 那你也可以说 on the paper write your name 也可以 把名字写在纸上面 living with you like in paradise 这个主词就变成living with you like 就像是住在天堂里面 living with you like in paradise 然后我们和父母一起住 we live without parents 那parent是父母 通常加S 因为通常父母两个都在 当部分情况之后加S 如果你不加S 人家会以为说是单亲家庭 其中一个不在 或者是离婚等等 live就是住在一起 或者活着的意思 所以这个负数呢 这个代名字we 是负数 负数后面的动词不加S the power of their house is huge power就是一般讲 起居室 就是我们讲客厅的意思 他的房子 所以你讲人家的房子 不能讲 their home home是跟自己人讲的 他的房子 的客厅 huge很大 当然你也可以讲 big 也可以 都可以 讲huge 或者big 当然还有很多种 比如说rooming R-O-O-M-Y rooming 也是很宽敞的 还有一个比较难一点 spacious 也可以 所以因为很多字 都可以表达差不多 所以这一集 我们就讲一些简单的 简单一点 那你有空的时候 你可以再回过头来 再看一下 这一集讲到这里